在香Q的米飯上淋上湯汁安配料 台中這家賣了30多年的米糕店 趁著七夕前推出油飯禮盒 一來讓民眾拜親牛罵大班更澎湃 二來也可以讓老胖們打打牙跡 因為它的油飯很好吃 我們大孫子已經12歲了 那它的油飯我們也是用它的油飯 然後後來14年後生這個也是用它 因為它的油飯還蠻好吃的 悶得夠Q 因為有的油飯是吃起來會比較硬 然後它油飯是夠Q 是一種那一種出國很久回來會想的味道 有別於傳統油飯 他捨棄燥熱的麻油 改用豬油和紅蔥頭一起爆香 然後再加入切成肉絲的豬後腿 香菇和蝦仁去炒出香味 為了讓配料更有嚼勁 他還選用日本魷魚來取代阿根廷魷魚 現在台灣就沒有魷魚好餐 所以它都很堅定的 台灣買的魷魚 台灣買的魷魚都是這樣暖暖 他日本買的魷魚比較紮實 是靠咬勁 衝著米糕的超人氣 新推出的油飯禮盒也變受青睞 讓跌人的業績即使在農曆7月 一樣能衝出個好業績 記者李嘉台中 慘到